我今天給你們介紹的是 Aztec的Promwell Promwell 然後是Aztec 這是正版 這不是你們所謂中國的客樓 Quality好一點 但是Quality好一點 只是鐵的材料好一點 給你們看一下 大概是長這樣子 上蓋 內裝 這個號碼是2868號 兩個發號 我們現在把它分解 這個是一個T-Post T-Post還有兩個 總共是四個Post 中間是副級 中間是正級 兩邊是副級 好我們現在開始 製造 這是 我有一個朋友要帶回台灣的 所以 還要醃多 出去把妹用的 所以 我用 24G的 24G的 Candle wire 但是 基於 耗電的原因 所以我會做 六圈 我會做六個 六個圈 我不知道這個 中文怎麼說 一 二 二 三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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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 一 四 五 六 六個太多了 做五個就好 六個太多了 做五個就好 嗯 不好看 這個不要 我再重新拿一次 重一點 做一點 等一下 因為 24G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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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是 剛性比較 Candle 它的剛性比較強 所以我要先讓這個 火絲先脆 火絲先脆 火絲先脆剝一下 好這樣我們繞線 什麼都方便一點 以一個 好 其實這道 這道 並不需要 但是因為 畢竟我們是專業的 有這些儀器 所以 這樣子讓我等一下比較好用 但是如果說 各位在家裡面沒有這些儀器的話 這個是 一個 不是必要的 步驟 好 我們現在開始繞線圈 我會繞五圈 第一圈 第一圈 第二圈 第三圈 第四圈 第五圈 這電阻值我做完了之後 應該是0.2 0.23到0.27 第一圈 然後 初步估計 等一下我們會用儀器來測 好 1 2 3 4 第五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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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先做好了 現在我開始鎖 我會用 我會用 比較特殊一點的 所謂的交叉法 一般的話是用 這個負極跟這個正極 這個正極跟這個負極 但是我現在要交叉 我要做一點點 畢竟跟你們 不太一樣的 讓你們 對 一樣的大家都會了 那我就做一點不一樣 你們 在台灣做的時候 都有一個缺 有一個 不好的習慣 你們把那個線圈做得好大 把這個 這個火球 這個叫做 線圈 做得太大 太大的話 電阻值增加 第一個 OK 第二個是 第一個電阻值增加 第二個是 味道不夠好 對 味道不夠好 尤其中文有點潔疤 不太常用 好 先把它 鎖起來 會在鎖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不要鎖 不要鎖到 當你看到線 已經在動的時候 代表已經開始緊了 這頂住就好 你鎖太多的話 線會斷 OK 好 這是一邊的 技術 看清楚是 這個負極跟這個正極 我現在是跳過這一個 這是比較奇怪的 一種 一種 呃 呃 bue法 OK 對不起 好 多餘的線剪掉 好 我現在bue另外一邊 交叉法 少見 好 進去了之後 我這個 我這個 screwdriver 是 所有的 你們買 克隆的時候 裡面都會附的 就那個最小的就可以 大的其實一點幫助都沒有 拉了之後 沒關係 現在不整齊啊 什麼Y7扭8 都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慢慢來修 鎖進去之後 不要太緊 這邊 拉緊一點 有點歪的感覺 好 多餘的線圈剪掉 好接下來就是 調 我們把發熱絲線外拉 向外拉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確定線沒有斷 螺絲鎖完之後沒有斷掉 好 向外拉之後看起來 呃 就是 比較在油草的外面 因為你的氣口會在這邊 因為你的氣口會在這邊 好 然後現在接著 接著我們就開始 調整824 那 今天有很多人問我說 電池要用什麼 電池齁 用越貴的就是越對 沒有錯 便宜絕對補出好貨 我是建議用Sony的 18650 好現在看 沒關係 萬七八糟燒沒有問題 我們馬上開始把它調 盡量讓這個 線圈接近中間 因為我這種做法是 屬於比較少見的 盡量讓線圈 跑到中間 一面燒一面調 好 然後盡量讓所有的線圈 中間 不要有 太大的空隙 它在空隙的話 就會所謂的 短路 會燃燒不均勻 現在 這樣 不算燃燒均勻 好 現在看 這兩邊 這一邊跟這一邊 你們就看到了 這個是對的 所有的線都是併在一起的 這個是錯的 因為你們看 中間還有一大堆空隙 這一邊大概完成了 再拉一下 好 現在開始修 現在看到兩邊是不一樣的 一邊是修過的 一邊是對的 這邊是錯的 好 現在開始把這邊 讓它均勻的燃燒 好 各位應該看到現在是兩邊燃燒很均勻的 好 我們現在唯一就是要調整一下它的角度 好 現在各位看 這兩邊 是等高 這兩邊是 等高的 你不要這個高 這個低 這樣的話 對 氣流 還有燃燒 都會 影響你的味道 好 因為我們剛剛有加過熱 所以剛剛看到的火線都已經是燃燒過了 所以有新加過熱 這些都是不鏽鋼 不鏽鋼 遇熱 膨脹 遇冷 收縮 那剛剛膨脹過 因為這個是新的 所以中間很多 像他們剛在做這個 會有冷卻油 什麼東西都會燃燒掉 那燃燒掉之後 這些螺絲又可能會鬆掉 所以 在我們做下一個步驟之前 你看這個螺絲就鬆很多了 下一個步驟之前呢 我們把這個螺絲鬆到不行 都要再加強鎖一下 這個螺絲是好 現在兩邊都燃燒一樣了 好 螺絲也確定都是緊的 好 接著 接著 我的做法呢 很多人現在就開始會這樣塞棉花 但是 我千萬建議 因為我被燙到過好多次 各位這三棉花之前 把螺絲 把電池拿出來 不要用 不要有任何電池在這個裡面 因為 你可能不小心按到啊 然後裡面讓棉花 裡面被燙到 不要這樣子 好現在我們開始用棉花 棉花 棉花 呃 organic棉花 呃 organic 有 有機棉花 所以 很多人錯誤是說棉花越多 我傳言多的 呃 果汁在裡面 那是笨的 錯的 那些東西並不能儲存任何的 它可以儲存 那些儲存的量有限 其實 你看我用這麼小一坨 這個已經夠 用很多了 好 用手捲起來 也不需要一大團 一大團是沒有用的 齁 呃 呃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嗯 喔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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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棉花拉到過去 當然有人說要用大坨的棉花才怎麼樣 那沒有問題你們認為那樣可以就那樣 但是我們不用那種方法 真的沒有需要 因為我們也學過 這個棉花只是一個紅彩現象 它裡面存的果汁的量是有限的 大約一樣的地方就好了 多餘的線剪掉 我要做的方法是 我會做一個歐字型 讓這個兩邊的線圈到下面去吸油 而不是下面一大堆的棉花 然後在那邊等著接油 我們不需要齁 那個都油很貴很珍貴 所以沒有需要那樣的廢油 那至少這是我的做法 剪到大概你認為可以到下面去 的長度就夠了 好 再來就是我們要用醃油 醃油呢先把這個 最主要的這整條上面都上了醃油 統統都上了醃油 好 上了醃油之後呢 我們就用剛剛的小的起子 把這個棉花 到下面去 我們只是要讓這個棉花 到下面的油槽 去接你所滴 滴過多的 滴的油 從油槽把它讓它往上面吸 對不對 所以我說下面你塞那麼多棉花幹嘛 我讓它到下面去吸就好 好 各位看 我做的是一個有點像倒過來的U型 讓油 跑到裡面去 就是說你油如果從這邊 滴下去 它棉花會吸到這個火星上面來 這邊也是相同的做法 要不要動 這裡也是有助理的 要用醃油 可能會很舒服 這麼優雅